今天是2021年6月12号初夏的上午 我的核花园还是有一点小成就感 这块地是我今天新开辟的 目前看起来是地广雾稀 实际上如果都繁茂起来还是有些拥挤的 而且我留了一些地给初春的花朵 比如说羊水仙、葬红花、郁金香 这一颗是杜鹃 杜鹃长得很慢 去年买的 今年只长了一层 而且也没有开花 勺药 绣球 这一颗是我今天新淘到的一颗奥斯汀的月季 希望它能够挺过今年寒冷的冬天 这一颗是MODERN BRUSH MODERN BRUSH的话颜色很好 而且生在花形 在加拿大能够适应的 尤其中午中四这种能适应的复半的花朵很少 而且一年的三季春夏秋 它会有三个不同的花形 非常美丽 尤其秋天的花朵 这一颗花月季胜在它的颜色是那种正红的 湿绒的感觉 而且它都开起来不是很美 最美的就是一种四开未开的样子 这一颗是单半的 但是盛在它很繁茂 而且它在早上的颜色很美 是一种很鲜的淡粉色 这颗去年开的就很好 但是今年有一些蚂蚁的侵害 刚开的时候 是这种黄色的花朵 等开起来就会渐变成这种淡黄色 而且它很香 这颗我要给一个特写 因为去年买的时候它没有开 不知道它的样子 只是从它的图片上看到了 没想到这么美 而且最重要它挺过了去年寒冷的冬天 这些枝条都重新发芽 而且长成现在这样的一个花墙 如果都开起来应该很美 所以买花的话 不要光看它图片的样子 还是要去Google一下 它就是不同的样子 能够得到是不是你喜欢的那样的花形 因为像这一颗我在买的时候 就是说和它直接种起来的杯形和颜色都不一样 这是绣球 绣球和勺药是我心中的痛 因为种的都不太好 不过这颗绣球 今年应该还不错 提前连 提前连是我去年开始喜欢的 而且越来越喜欢 不沾地方 而且很好养 蜘蛛反冒起来的话会一面花强 都是它的花朵 这颗月 几只老有虫害 比如说蚂蚁啊 咬着它花苞 就是开不起来 但是颜色很美 也是一种很鲜的粉色 而且最主要它开起来 中间的两个花瓣会挡住它的花蕊 有点碧月修花的感觉 也很美 这也是去年的一个写线脸 但是这颗写线脸长得就没有那颗白的繁茂 不过它的颜色很美 我现在也开始很喜欢紫色的花朵 哇 这是个大蜜蜂吗 它的蜡蜜吗 这颗跟刚才那个粉色很像 也是我买的时候看的图片很美 花型啊 颜色 但实际上真正种起来 开起来就不是那样子 我准备把这两颗要移到前院 其实我全院还有两颗很美 准备跟这颗交换一下 还有两颗是我今年新买的铁线脸 花型都很美 但是我要养根 所以我都把它的上边剪掉了 希望它明年繁茂的样子